啊~~~不要~~~ 我先跑囉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Alderman 上一集老頭說過會去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新改版的 普羅米修斯新改版的 一些skin 然後老頭稍微有去 周圍繞一繞 打一打普羅米修斯拿到的一些skin 然後你會看到奇怪 為什麼老頭這邊會有三隻十九獸 因為老頭是要稍微做一下實驗 就是說...怎麼講 老頭做了傷害測試 因為目前我們飛行生物就只有 絲舊獸的流暢度 應該是說 絲舊獸的操作性比較優 它可以往後飛又可以左右飛 它的這個幅度擺動其實是 比較流暢的 那我們有嘟嘟飛龍 但嘟嘟飛龍轉彎這個幅度 真的擺180度 實在讓我有點不太喜歡 所以說我們這種飛行生物 我們都不用它 我們就用絲舊獸 當然如果有阿根廷巨英的普羅米 當然是最好啦 因為阿根廷巨英本來就是以飛行為目 以飛行為... 以飛行為...怎麼講 應該就是...拿來就是用來飛行的啦 所以說如果到時候 如果我們阿根廷的話 我可能考慮會換吧 那但是現在我們做絲舊獸的關係 所以說我就做了實驗 那我們就做了傷害測試 在這個...這個... 還沒有錄影之前呢 老頭做傷害測試 就是稍微測試了一下 像是這是POWER型的 然後這個是雷電型的 這個是火焰型的 老頭發覺POWER型傷害真的比較高 力量型的傷害比較高 而且重點是它還會有燃燒傷害 每下攻擊都會增加燃燒傷害 就是...欸不是燃燒講錯了 流血傷害 力量型的每下攻擊會增加流血傷害 然後火焰的時候...火焰的話呢是... 噴火的時候才會有燃燒傷害的樣子 所以說呢 到...到後面我們應該都會用這一隻 都會用這一隻POWER型來進行... 進行這個探索 好...那我們飛行不落說 我們先稍微... 看一下我們這個...打到的skin喔 給你們看一下 老頭大概打了...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啊...官方是說有三十幾種啦 可是我們...我只打到五種而已 好...那我們就先來看看這五種 到底長什麼樣子吧 而且很奇怪的是 這五種全部都裝在武器上面 都裝在這個刀...刀...刀子的上面 好...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好了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皮膚 好...反正就是...裝了之後把它拿出來 喔...超級粗壯的劍 好...很一般...一般般 好...看起來就長真不得性 還行... OK...我們再換下一個 它這三十...三十種左右的skin 應該是也會包括... 裝備類吧 裝備類打誰掉我就不清楚了 好...反正總而言之呢 就是全部都套上來看一下就知道了 好像這個...欸...這個好帥喔 欸...這個還蠻帥的耶 哇...它這個是那個呢... 施舊獸的頭...有點反...反...反差差在上面 好酷喔 可是...長度還是一樣長啊 就是感覺有時候有一些武器啊 它跟自己自身體型好像就是有點...差距太大了 好像這把武器就夠長 還蠻適合就是我的身體比例的 好...不像那個泰克劍 那泰克劍短的跟什麼一樣 然後跟身體比例差太多了 好...然後我們來看下一隻 我們看了什麼啊 我們還有三個沒有看嘛 這一個...這一個...跟這一個 看一下這把是怎樣 喔...這把也蠻帥的啊 它的這個...前端有做個紋路 還不錯 OK...下一個 好...我們就快速的把它帶過 因為待會呢...我們還要去抓...那個... 新的...新的普羅米 喔... 我們看一下還有什麼 欸...剛剛是這一個... 這個...這個你們好像沒看過對不對 這個我剛剛有套上去 欸...其實這個也很帥 好像魔物獵人的東西喔 這會不會是魔物獵人的東西啊 啊...這到底會不會是魔物獵人的東西啊 啊...以後魔物獵人世界開放了之後 啊...我或許就可以為我做個... 啊...疑惑破解 啊...這邊還做一個 這是什麼 啊... 很爛 我個人還是比較...還是比較手推這一把啦 這一把...這一把真的還蠻帥的 我個人覺得...我個人覺得這把蠻帥的 我蠻喜歡這一把的 這一把的紋路做得很棒 我喜歡 好啦...這就是我們...我今天打到的skin 只打到五個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呢...非要不囉嗦 我們就稍微去探索一下齁 我們找一下新的普羅米 啊...讓你們大開眼界 哈囉...各位兄弟們 你們看到現在這邊有一隻飛龍 唉唷... 才剛講一隻飛龍不會殺我吧 啊...這隻飛龍呢... 普羅米飛龍 我們...我們這個...我們這個系列做麼久了 第一次看到普羅米飛龍啊 啊...而且是...好像是可以抓的吧 看它的顏色色則還蠻普通的 喔...沒有錯...普羅米Dragon 這是可以直接獲取的齁 我們稍微看一下要怎麼抓它齁 我們盡量站遠一點 一樣是一槍入魂 好...這個距離應該是可以的 反正它飛這麼慢 欸...有中耶 啊...我只是隨便打打而已還中了齁 好不好 太強啦...我果然是麥卡莉...神射手 是不是... 好...它被射下來是直接坐在地上 一整個暈倒 有沒有... 超帥的 我們先趕快把它馴服起來吧 欸...我們應該有它的鞍吧 應該是有啦 呀...爆走啦 它的鞍...這裡 等一下...要先切換一下 它的鞍...它的鞍... 個人是蠻先推力量龍的啦 因為畢竟... 要打Boss吧 所以說... 推力量龍好了 其他人倒覺得還好 毒龍的話是可以暈敵人啦 不過有...Boss基本上是暈不了的 所以說沒什麼太大實質的效果 啊... 幹什麼東西 幹什麼東西 咬死你們欸 我們看一下這一般的龍 右鍵有什麼功能 哇... 就這樣子 非常好 啊... 空中呢 喔...空中的C劍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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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超屌的欸 右鍵呢 欸...右鍵跟C劍是一樣的啊 我靠... 好吧... 我也認了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喔 我少講了一樣東西欸 突然想起來了 就是我們工作台裡面有普羅米方塊 那個普羅米方塊呢 他會需要... 呃... 那個心臟 各個...各四大Boss的心臟 呃... 飛龍心臟 然後... 那個什麼 羽暴龍的心臟 可是都是要普羅米等級的 然後是要從Boss裡面取的 還有阿修羅心臟 阿修羅心臟就是那個 我們常常打的那隻金剛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那個什麼 劍龍心臟 喔... 那個劍龍就是會反傷的那隻Boss 喔... 那個Boss打死之後呢 他就會獲得... 有機會獲得心臟 而且每四... 而且他是需要的材料是 十個... 十個普羅米核心 啊... 算了... 我待會我回去給你們看一下好了 等一下再過來 好... 我們先回去... 我們先回去... 喔... 不打心臟不行... 各位看到這些方塊了沒有 有沒有...阿修羅是第一個嘛 就是心臟我們已經有三個了 然後... 喔...我們還有其他心臟沒打啊 哇...這個現在改20個核心喔 這個最難打 這個是需要... 需要... 需要羽暴龍 喔... 高級羽暴龍的這個... 所有的... 所有的器官才可以召喚出來 這個我們之後再說 然後這個心臟呢 我們現在正在收集當中阿 那個奧西里斯就是我們的... 飛龍Boss 沒記錯應該是 我們到現在還沒遇到 喔... 待會遇到再給你們看 然後呢... 下面就是羽暴龍心臟 欸...不是... 喔...對... 三顆心臟... 對...全部都是心臟... 哈特嘛... 哈特是心臟嘛... 那下面那一個... 很像叫什麼... 什麼惡魔的... 那個就是會反傷的那一隻 陸地形那一隻 所以說我們都要打... 各打四個 才有辦法做出這個盒子 喔... 所以說這是我們的目的 然後在這之前 我先讓他進化好了 我來看一下我們要不要培養這一隻阿 如果這一隻幅度... 幅度... 百動很大的話 我倒覺得... 可以拿來試試看耶 我是覺得行阿 我是覺得可以啦 先不要點阿 我先讓他進化成力量好了 好... 我們先讓他進化成力量型 先... 給你... 核心 力量型 一個... 核心一個 先讓他進化成POWER 然後我們再繼續點下他的配點 這是... 目前最好的辦法 真的... 這樣不用力量型 真的打不贏他們 然後打BOSS 火焰傷害燒不掉他們 因為他們會回血 他們會回超快的 雷電型的話呢 呃... 是會造成麻痹 可是麻痹對BOSS也沒效阿 是不是... 阿毒系的話我個人認為是只有暈眩效果 暈眩效果對BOSS也沒有效果阿 所以說我個人覺得還是玩力量型最好了 就是硬A流嘛 反正... 你也知道老頭最喜歡硬A 你知道嗎 硬A流派... 直接硬A把A到死 阿... 這是我... 這是我的... 我的... 我的真理 我的人生 人生道路就是硬A 唉唷...出現了出現了 欸...過來阿大大 這裡 阿...算了我自己過去好了 不然等一下 按個指令全部都衝過來了 來...讓我把N放上去 好...現在是力量型的 欸...他還可以再...還可以再進化喔 他是可以不斷轉換的那樣子耶 呵呵... 好帥阿... 讓他不斷轉換 我們等一下負重 好了...可以動了 他也可以在上面...他也可以在上面射耶 是不是可以... 可以耶... 右鍵... 喔...變成超級噴火了 C鍵...也是噴火 好了...他就做這...他就做這一招而已 在陸地上呢...沒有用 也是噴火 喔...可是他走路超吵的耶 啪啪啪啪啪 三千多...來來來 該點力量了 這個要稍微訓練一下 喔...這個要稍微訓練一下 我覺得到時候我私底下再把他練一練好了 我們現在還是騎我們那隻... 力量型的施救獸 喔...我們還有其他生物要抓的 喔...那就先暫時把他放到這裡好了 喔...讓你們看一下他的尊榮 喔...這麼的帥 好不好 到時候幫你等級練高一點 喔...就可以帶你出門了 掰掰 我記得這附近有BOSS 喔...應該是有 因為上次就來這邊看到了 只是我沒有先把他殺掉而已 因為我要錄給你們看嘛 對不對...然後你看這邊還有一隻Promilock 喔...至今為止呢 我還不知道他是要怎麼訓服的 因為照官方來講... 照ARK原始官方來講 不是工作...不是工作坊的喔 他是用...炮彈擊暈訓服的 難不成他真的也是用炮彈擊暈訓嗎 還是他靠近餵死 我們試試看靠近餵死好了 因為... 那時候我拿麻醉劍射他完全沒反應 我就很納悶這到底要怎麼抓 其實我也蠻想要一隻的 靠近他會怎樣 欸...好好笑喔 欸...他在看我耶 哇...站起來了 啊...不要... 先跑囉... 嗚...抓到我了 幹...嚇死人喔 哈囉...大隻老 有沒有看到喔 欸...我...我吃到了 我吃到你們的飼料了 那他丟我 唉唷欸啊... 有沒有看到...帥齁 但是他到底怎麼訓服啊 這我就不解了 把他射掉嗎 射看看...射看看... 射看看... 沒用啊... 欸... 該不會真的是用砲台訓服吧 誰啦... 你走開喔 不要鬧...不要鬧... 怎麼辦...我真的好想抓這一隻喔 難不成我真的要架一個砲台把他弄暈 還是說要用毒...毒系的... 毒系的普羅米去暈他啊 這我就不解了耶 業力引爆 炸不到耶 業力引爆 啊...被炸死了 他掉什麼東西 哇...好多東西喔 啊...我只好把他殺掉了...對不起 因為我真的沒辦法抓...不然我想抓一隻 到時候真的是想要...想辦法抓...用那個砲台 感覺真的只能用砲台了啊 欸...沒有...沒有掉什麼東西喔 那算了...我們走吧 我覺得這邊還有一隻BOSS 那隻BOSS在哪裡啊 我們找一下 那邊... 我們來看一下BOSS在哪裡啊 喔...看到了...嘿嘿嘿... 在上面有沒有... 這就是我們的奧西里斯 喔...念奧西里斯也是可以啊 喔...我們也需要取得他的心臟要4個 我們才可以做魔方 喔...然後這一隻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基礎數值 奧西里斯BOSS 他暈眩值8萬5 這是不能暈的啦... 這浴室的值得怎麼會暈眩 我也不曉得 喔...血有2萬8 其實還蠻好打的 喔...來吧 不是一石就是我活 可是我覺得我會贏 唉唷...落地了喔 喔...放那種BGM想嚇死誰啊 死捏 為什麼咬不到 這隻是近戰無效是不是 這隻居然...居然近戰無效 啊...對 我記得在官方的設定有說 這隻他是無視物理傷害 所以要用遠程 我們用魔法打看看 我看... 就沒事 我要怎麼打啊 欸...他完全不理欸 我啊 怎麼辦...他完全不理 那我要怎麼打贏他啊 大哥 我們要用什麼東西打贏他 哈哈哈哈 欸...我的唯一魔法就是C劍啊 你這樣不優喔 來...怎麼辦 他看起來很悠閒 依然自得 稍微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喔...看到...看到了 怎麼辦啊...這怎麼對付啊 遠程 電 哇... 欸有噴到 一萬一萬一萬 有有有有有 有啦 很可以很可以 他生氣了 真的遠程有效 可是他在回血 這不優 這要噴到才有效果啊 可以可以可以 撐住撐住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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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最後一擊 哇...還好 我頂得住他的傷害 哈... 哈... 呀... 贏了 果然要遠程在打得贏啊 天啊 那... 我現在眼前一片紅 哈哈哈哈 我要等火焰消失一下 哈... 嫩逼 啊... 有沒有...結束了 啊... 是不是該拍一張照片啊 證明我打贏了他 拍 好了... 看看裡面有什麼 心臟 一個而已 小氣鬼 喔...核心這麼多 太好了 欸...這個... 欸...這個我有了 有了就不用拿了 裡面有傳說武器什麼之類 哇...這個死屍的鞍 拿得也不錯 這是什麼 齁... 犀牛的 齁... 其他都是沒用的東西 齁... 還有馬的 齁... 這個是那個南方巨獸龍的 好...全部都丟掉 來...成為我的糧食吧 欸...我這隻快暈倒了耶 哇...他那招有增加暈眩的效果喔 怎麼辦 我要怎麼解除他的暈眩 哈哈哈哈 我本人家飛到一半暈倒阿 喔...還好他正在退了 還可以 我要暈倒... 還好我剛剛有及時把他打掉 如果這隻暈倒我就死定了 我跟你講真的是死定了沒人跟你開玩笑的 所以我們現在才打到一個心臟耶 也太難了吧這遊戲 我的天啊 還有四個要收集 不知道收集到民國幾年阿 好啦 那麼內容今天就差不多這麼多啦 那那個下一集的話呢 齁...我可能就會開始往這個方塊那邊發展齁 就是稍微多收集一些心臟 多打一些Boss 我們才有辦法去製作那些方塊獲得更強大的恐龍 齁...那下一集呢 敬請期待 因為我覺得那些方塊生出來的 生出來的恐龍應該都是非常強悍的 不然就不會需要這麼多... 這麼多難搞的材料了齁 那麽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如果喜歡影片呢 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後來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普羅米修斯方舟生存再見囉 掰掰 還有...